因為這個非洲豬瘟在檢疫的這些問題 我們必須要確保台灣豬肉的安全 食品的安全 所以這部分我們必須要 除了說我們在決戰在境外以外 我們必須阻絕在我們的關口 所以這部分昨天院長特別指示我 把電話給我 而且院長的指示有一點是特別 他說因為這裡面涉及了財政部 涉及了內政部 涉及了財政部的官務署 也涉及了農委會 他說這麼多個單位 他問我一句話 他說還要不要再開會協調 那我立即回答院長說不必開會協調 我們就全力配合 那最主要院長是提到說 有關手提行李的部分 是不是通通要經過X光機來確認 那我立即回覆部長說 沒有問題我們警政署跟航空警察局全力配合 那現在全力配合就是 我們要緊急採購X光機 因為我們手提行李要經過X光機的話 也必須要緊急採購 那緊急採購X光機 還要再配合採購法的問題 所以應該是因為我們的緊急的狀況 所以要必須 我們要做相關的採購的一些作業 所以如果是緊急採購的話 那可能就可以在一些正常程序有範 就可以排除政府採購法 一些所謂的要公告招標等等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我們會盡快的縮短這個採購的時間 那另外就是在所謂的 我們要把這些X光對於手提行李要檢驗之前 那我們的航空警察局可能會增加 將近九十幾位的員警的人力 那我也立即從其他的單位 包括譬如說跑一、跑二、跑三等等 來支援 那跑三本來就是在機場做檢查的這些工作 我們再來支援他們 趕快把這個建置起來 我來支援 我來支援